演续攻略 相非上线 张嘉宁出场经验众人 简龙当场就翻了他牌子电视剧 演续攻略 正在火灵更新中 于正这次可以说很走心了 不论是剧中的布景 还是演员的阵容都很接近历史 而且女主位英洛也是十分形象 有仇地暴 敢爱敢恨的性格大受欢迎 但是宫廷剧就少不了菲兹的斗争 这部剧的斗争也是一集一个 先是为英洛进攻 她的才华得到了公公的赏识 然后被许多宫女嫉妒 最后宫女为了让她出丑 舍计陷害她的名声 但是为英洛天生聪颖 怎么可能被他们的雕虫小气所打败 于是为英洛反将一军 使陷害她的人都遭到了惩罚 之后 雷英洛被安排到皇后宫中登宫女 这时镜头开始 大量呈现妃子斗争 并侧面烘托出皇后的宽宏大量 但就是皇后太善良了 许多妃子都想害她 并且联合高贵妃 一起与她争斗 再加上皇后身边的宫女儿情本就不安分 也想陷害皇后 至此皇后的生命就危险了 但是阴落得步步出击 让皇后患了一时安全 高贵妃的计谋没有得逞 十分生气 开始更大力量拉帮结态 她让扎平去拉拢贤妃 但是贤妃不想参与宫中斗争 婉拒于她 而此时 佳平的儿子被贤妃所寄养 她不甘心 就听从高贵妃的谋略 让自己的孩子感冒 并陷害局贤妃 幸好纯妃出现了 她识破了佳平的计谋 将皇上重重惩罚她 之后佳平将未答应 本以为佳平的事情过去了 单手佳平家里不甘心 不愿意放弃全脉 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更强大 他们将安排佳平妹妹进宫了 佳平妹妹由张家里掩饰 美丽动人 倾国倾城 一颦一笑都牵动着皇上的神经 将皇上被她所疑惑 顺利封为贵人 之后再进身为顺妃 也就是环珠格格中的项妃 不得不说 这张家里饰演的顺妃 完美诚实了顺妃的美 将皇上倾心也适合情和理的 在她进宫的当天晚上 十九没有搬牌子的皇上 竟然因为她而让她的事情 这是宫中许多女子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因为皇上深爱着皇后 他们走不进她的心里 不过 顺妃也是被皇上一声捧着手心里 对她满是温柔好和宠爱 让她向锦仪是繁华 对张家里的出场你感觉怎么样 欢迎评论 留下你的冠军感受